骂人长得像动漫中的角色被罚了上万元 有人在社群网站看到一名女网友的发文 留言说女网友长得像动画 晋级的巨人中的角色车离巨人 让女网友气得告上法院 判决出炉 骂人的网友被依加重诽谤罪罚一万两千元 而另外一名附和的网友留下性暗示自聚 也被判拘役25天 一颗罚金两万五千元 日本超红动画晋级的巨人 月初正式画下句点逼顾不少粉丝 动画你的这个角色令人印象深刻 独特厚道造型在地面上爬来爬去 他就是车离巨人 让不少人直呼这长相真的很特别 有人在网络上就骂对方 长得像车离巨人被一状告上法院 他的人总很长 比较想像车离巨人不太适合 我平常是不会这样子攻击别人 每个人能够接受玩笑程度不一样 车离巨人丑不丑 每个人审美观不同 但到底能不能构成告人的理由之一呢 法官这么认为 摊开判决书 法官做出判决前 甚至上社群浏览各种观点 证实车离巨人 一般网友看了都觉得很丑很恶心 因此认为骂对方向车离巨人 构成加重文字诽谤罪 要罚一万两千元 而另一名网友留言表示认同 还留下信案式用语 也被判拘二十五天 得一颗罚金两万五千元 网友看了笑说 车离巨人俨然成为了 检方认证的仇 就是内在美 我觉得不会这个见仁见智 车离巨人好不好看 就是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认定如果形容他人为 车离巨人的话 恐怕已经并非单纯的谩骂 而是涉及公然侮辱 以及毁谤罪 拿多满角色骂人 意外被告上法院 如此用语 也在网路上掀起讨论 记者马生捷 帮忙忘记台北报导